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挑战口味极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序章探奇 酸辣蜂蜜浸泡黑葡萄 二 中断幻境 芥末焦糖涂抹无花果片 三 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浸泡核桃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序章探奇 酸辣蜂蜜浸泡黑葡萄 各位亲爱的知识探险者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 极其罕见且充满神秘色彩的主题 序章探奇 酸辣蜂蜜浸泡黑葡萄 这不仅是一道料理 更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味觉传奇 首先 让我们来解构这道菜的名称 序章 通常指的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而在这里 它暗示着 这道料理可能是一顿大餐的开篇 或者是一个更大味觉 冒险的前奏 探奇 则透露出 这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开胃菜 而是一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创意之作 接着是酸辣蜂蜜浸泡黑葡萄 这一串词汇 它们组合在一起时 几乎像是一个烹饪界的魔咒 酸辣蜂蜜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 酸与辣 通常不会与甜美的蜂蜜联想在一起 然而 这种大胆的组合 恰恰激发了味蕾的好奇心 让人不禁想要一探究竟 而黑葡萄 这种深色的水果 本身就带有一种神秘感 它们通常在葡萄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在这里 它们却被浸泡在酸辣蜂蜜中 这无疑是对传统用途的一种颠覆 现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道料理的制作过程 首先 我们需要一群勇敢的蜜蜂 它们在辛勤工作后 为我们提供了只甘甜的蜂蜜 然后 我们加入了一些酸味和辣椒 这就像是在蜂蜜中 投下了一颗味觉的炸弹 最后 将这种爆炸性的混合物 倒在黑葡萄上 让它们在这个味道的海洋中游泳 直到它们吸收了所有的精华 当你品尝这道料理时 你的舌头将会经历一场过山车般的冒险 首先是蜂蜜的甜味迎面扑来 紧接着是酸味和辣椒的刺激 最后是黑葡萄的果香和深邃 这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也是一次大胆的实验 当然 这道料理也可能只是 一个厨师在深夜实验室里的一次意外创作 或者是一个古老师谱的现代诠释 不管它的来历如何 序章叹齐 酸辣蜂蜜浸泡黑葡萄 无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故事 以及一个关于味觉探索和创新的启示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厨房里寻找灵感时 不妨试试这种大胆的组合 谁知道呢 你可能就会创造出下一个味觉奇迹 只要记得 饮食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Bon Appeti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断幻境 芥末焦糖 涂抹无花果片 各位同好 今日咱们来谈一谈 这个令人扎舌的美食创意 中断幻境 芥末焦糖涂抹无花果片 这道菜名听起来 就像是某位诗人 在梦游时的即兴之作 既迷离又充满了想象力 首先 让我们来解构一下 这道菜的名称 中断幻境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 中国古代的山水画 那些画中的山栏起伏 云雾缭绕 恍若人间仙境 而在这幻境中 我们竟然遇到了 芥末焦糖和无花果片的组合 这简直是味觉上的意境传越 芥末 这个源自于日本的辛辣调料 通常与生鱼片 寿司等日式料理相伴 而焦糖 则是西式甜品中的常客 它的甜蜜 与微微的苦味 能够给人带来温暖的回忆 至于无花果 这古老而神秘的水果 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 丰富的象征意义 它的甜美和独特的口感 常常让人 联想到地中海岸边的 悠闲午后 当这三者不可思议地 结合在一起时 就像是一场味觉上的大冒险 芥末的辛辣刺激着你的鼻腔 焦糖的甜蜜 抚慰着你的舌尖 而无花果的果香和细腻质地 则在你的口中缓缓展开 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你的味蕾上 编织出一幅幅缤的花卷 不过 这道菜的创意 也许并非毫无根据 在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中 酸甜苦辣 被视为味道的基本元素 而这道菜 恰好将这些元素 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 全新的味觉体验 这不禁让人想到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芥末焦糖涂抹无花果片 会成为某种新派料理的代表 就像当年的北京烤鸭 或麻婆豆腐一样 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经典 当然 这样的创新 也不免会有人提出质疑 毕竟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界限 总是模糊 且充满争议 但正如古人所言 食无定位 适口者真 只要能够让人品尝后 回味无穷 那么无论多么古怪的组合 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总之 中断幻境 芥末焦糖涂抹无花果片这道菜 不仅是一次大胆的味觉实验 也是对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味道融合的一次 有趣探索 它或许不会出现在 每一个人的餐桌上 但它的创意和大胆 绝对值得每一位美食爱好者去尝试一番 毕竟 生活就是需要一点点的调味品 来让这道大餐更加精彩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浸泡核桃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深奥哲理的话题 那就是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浸泡核桃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 某种极限运动的代号 或者是一道在 《奇除大冒险》节目中 才会出现的创意料理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独特的美食体验 将酸 甜 辣 苦四种味觉完美结合 挑战着我们的味蕾极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核桃自古以来 就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而柠檬蜜 则是古埃及时期 就有记载的甜品 将两者结合 无疑是现代人 对古代智慧的一种创新致敬 至于加入的辣味 那就是对现代人追求刺激 不断探索新口味的一种体现 现在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首先 核桃要经过浸泡 这一步就像是对知识的沉淀 需要时间和耐心 接着 柠檬蜜的加入 就如同在枯燥的学术研究中 加入一抹亮色 既增添了甜美 又带来了柠檬的清新酸味 最后 辣椒的点缀 犹如一篇论文中 那令人惊艳的独到见解 让整个味道层次丰富 让人回味无穷 这道美食的魅力 就像人生 充满了各种味道 甜的时候有成功的喜悦 酸的时候有挫折的泪水 辣的时候有挑战的热情 苦的时候有成长的艰辛 而当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时 才能体验到 生活的真正滋味 最后 我想说 尝试终极挑战 酸辣柠檬蜜浸泡核桃 不仅是一次味蕾的冒险 也是一次对生活态度的探索 它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将看似不大的元素 混合在一起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惊喜 可能就在转角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遇到 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时 不妨想想这道美食 也许它会给你带来灵感 让你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毕竟 生活就像是一盘大杂烩 我们需要的 就是那份勇于尝试的心 所以 同学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奇特的食物组合 你会愿意尝试吗 或者 你有什么大胆的创意菜谱 想要分享 赶快留言 和我一起讨论吧 记得 不要害怕尝试新的味道 因为只有勇于冒险 才能品味到 生活的丰富多彩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